大家好,我是老朋友,我是老朋友,我是老朋友,我今天要讲的更新是聪明的乌鸦。 有一天有一只聪明的乌鸦们,他们到了很多门家大学,所以他们就要放弃了。 有一天,他们找到了一个水瓶,要喝水,喝不到水,丢了很多石头下去,水就满起来,乌鸦就喝到水了。 我的故事讲完了,谢谢大家。